当时真的就是小朋友 对吧 五六年前 那个时候是几岁 我是九岁 你是 我十十十十二岁 十二岁 就十来岁的小朋友在台上 对表演的那种理解 那种深刻 一是感觉绝对是有天分 另外就是觉得 剧里边的这个导演 一定是非常非常好 把小朋友那个情绪 能够调动出来 对 我们也找到了一组 当年你们在一起 拍戏的很多老照片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哎 这个是刚开始连排 对 第一次彩排的时候 没想到我们十几岁 就要开始回忆从前了 这是在干嘛 这都不记得了 对词是吧 其实左边这个说实话是摆拍 然后门口有很多 之前留下来到 比如说花呀什么大树 我们就在那里拍了一个多小时 这个这个是真的 但这个是杂志 对 哎 我这就借这个话题问一下 当时在拍戏的时候 你们学习怎么办 记者有给我们请那个老师 对 如果说你当天没有戏的话 你就可以到那个老师那里去学习 然后有戏的话 你就自己到片场 然后也可以学 他好像是有很多老师吧 对 现场也有 然后家里也有 我当时上的是五年级 就会有不同年级的老师 对对 所以没有因为就是在这个年级 然后为了争取这样的一次表演的机会 而耽误自己的学业 对吧 对 就是你俩在那儿捞鱼呢 是吗 是拍MV MV对 我怎么发现一个细节 那时候 其实飞歌没有 没有仿佛高 对不对 哎呀 没有当时可能 你是后窜起来的 对 主要是后来吃的多 当时你们是自己报名参加 要进的这个剧组 还是家长给报的名 我是比较这个艰巧合的 就是碰到了一个 推荐的那种经纪人姐姐吧 但是当时吧 也不太了解 因为也是刚刚开始接触表演 就是想着就试一试吧 没有什么说是 哎呀 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一定要去去演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那时候你之前表演过吗 我当时在《红楼梦》之前吧 拍摄过两部电影 演了一部 就是一个残疾的女孩 然后这个当时 那不是古装戏 对不是古装戏 都是现代戏 然后获得了一个温哥华的女主角 对这么一个奖项 就是很幸运很幸运 我的第一部电影 所以就是后来发现 哎我是不是就是可以继续尝试一下表演 嗯对 然后发现后来我就是真的是爱上表演了 就是之前是参与表演 但是获得了认可之后 特别是拿到了那个奖项之后 对是的 就会让你更有兴趣了 对吧 是的是的 就是就是有了很大的动力 然后想要继续走下去的这种决心 飞歌呢 对 你是怎么接触到的表演 其实我之前就是参加当地的一些节目 或者说表演 学校里的演出 在后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小戏谷的白蛇传 然后我和妈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录了几个试一视频嘛 当时试的是情文和探春 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小朋友对这些头饰啊 还有服装的向往 以及我感觉我个人的性格比较泼辣 我们就向导演自我推荐了王旭凤 然后后来就也是很幸运的选上了 给各位老师看看两位小朋友当年在剧中的精彩表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哎呀 我来迟了 天下就如此标致的人物 老人家请坐 左脚是七月初七 月累了久啊 温足无烟绿辣干 这话怎么说 四名怡红怨这才是好的 哎呀 虽然只是一些这个画面的极紧啊 但是这个很多瞬间的表情 让我们还是很惊讶 这是一群才十几岁的小朋友 可以能够把握到 这个名著的精髓 这真的是很难 其实当时我刚开始试的是 黛玉这个角色 然后后来因为是上镜 就是我的脸就是属于比较圆的 然后我的脸型比较像薛宝钗 所以当时后来就是导演就说 还是有点像薛宝钗 然后后来就朝着薛宝钗这个方向努力 但是吧 虽然是说这个脸型比较像薛宝钗 但是这个肉还是很多的 当时脸上 那意思就是你还得再减减肥 还是再需要减一减 然后为了这个上镜效果更好看 所以呢 我就和妈妈就开始了 我的减肥计划 当时我记得是 每天去公园跑步 然后就是经常在公园 又玩的有老大爷嘛 然后他们看到了就说 哎呀 你家孩子是不是这个身体上什么问题 这个体质不太好 需要加强锻炼呀 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小操场 我只能跑两到三圈 但是到后来的时候 然后我可以就是连续直接跑六公里 对 所以你看这个眼薛宝钗 这角色都不容易 还得减肥 你看 马德华爷爷就不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是吧 剧中的角色不需要减肥 为主还得需要增肥呢 对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进组的时候 140斤 导演就说你还得要 太瘦 再胖一点 增肥 后来增了多少斤 后来是等于是 也就是150吧 不到150 戴上假肚子 完了之后 这个感觉上呢 就是胖点 那还不能太胖 对 太胖了什么也干不了了 所以这个当演员 你看多难啊 这个剧中角色要求你瘦 你就得减 然后剧中的这个人物胖 你还得增肥 这个飞哥其实当时在把握 这个王熙凤这个角色的时候 也需要调整很多自己的状态 比如说那个王熙凤 他这个剧中的人物的神韵 尤其是他的笑 挺难把握的 因为王熙凤的性格 他比较见风使舵 口齿伶俐 所以他的笑呢 需要很张扬 泼辣 在家里这个笑是练了两个月 也是像宝儿一样 家在十六楼就要爬楼梯回家 然后要练肺活量 如果肺活量不够的话就是 笑短气 笑短气 就是对时间不够 就也不符合王熙凤的性格 就是那个笑短气的意思 就是你笑必须要 笑够一定的时长 对 是吧 还要自然 多难得的回忆啊 对吧 说实话是辛苦的 尤其是宝钗这一身是 原非省亲那时候的衣服 然后当时因为 原非省亲是在晚上来的嘛 我们那个外景也是要在晚上拍 我们当时在那个地毯上睡觉 就叠罗汉 他正我腿上 我正那个人的腿上 对 但是就是小时候就是觉得 哎呀大家在一起 就是很开心的 就是完全拍摄 对 非常宝贵的一段 共同的回忆 是